好 這個另外是文婉這邊有同志好友的 男房東 很帥啊 真的非常帥 我先講一下 我剛剛聽到各位房東這樣講 你知道不怪我不會做房東 我自己做這個型 我又去服務房客 我多危險你知道嗎 所以我 你們怎麼反應這麼稀弱 所以我其實我也會走 所以我到現在我就是 我就寧願 大家就說你錢放定存 那其實這樣子怎麼會划算 可是對我來講是非常划算 因為每個月就是時間到 他就立即就一直來一直來 那老實說也等於是一間房子 在租人家 我不用去什麼刷油漆 燒賣湯 有的沒的 有的沒的 也是另外 對我就覺得很輕鬆 也不用怕什麼有人燒炭 什麼有的沒的 各有選擇 都有好有壞 但是我這個朋友也是因為他 讓我覺得說我還是不要 我不要走上房東這條路 他先說有夠遠到的遠到 那我先講就是說他也是很會理財 他其實差不多比我還少個大概五六歲 有 但是他已經有兩間房子 四十來歲 但是他已經有兩間房子 自己住不住 兩間房子在租人 然後他說有一次他租給一個女房客 他說男的還女的 其實他覺得說租給女生好 女生愛乾淨 然後會把你弄得這個乾淨 就是會把你這個所有的房子 購得好洗好洗 那剛開始其實就是他就租給他了 結果沒有不到一個禮拜 這個女生 這個房客 就打電話給他說 就call他說 房東房東 我覺得我有聽到 尤其到半夜那個安靜的時候 很明顯那個聲音很明顯 我覺得 滴水的聲音 應該有放 應該有漏水 漏水 那你要不要拍一下 因為漏水其實 對於主人來講是很棘手的事情 那你要不要拍一下 就是環顧一下 讓我看一下有沒有那個水字 他說 可是他就拍一下 可是看不出什麼 所以然來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幫我看一下 然後他其實下班也都是十點多 所以他去的時候 真的他就一直聽 有沒有嘟嘟嘟的聲音 他就一直聽 沒有啊 可是他可是那個 他的房客一直跟他講 你仔細聽 你看嘟嘟嘟 他就嘟嘟嘟 所以他從客廳一直到房間 一直找找找了一輪 我跟你講已經 他說他下班到那邊結束 看完之後已經十一點多了 他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沒有 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沒有看到 那你再觀察他就走了 好了 那個在隔天又跟他講說 房東有嘟嘟嘟嘟 然後他又在那邊找 好 這一次就很妙了 那個他的房客就說 那我跟你講 我明天很早的班 那我先洗澡 那你幫我再看看這樣子 所以等到洗完澡走出來 香香的 香噴噴的 然後但是他不知道 其實你在怎麼悟 你反應那麼激烈幹嘛 因為他租給外國人 因為他其實他不知道 你還怎麼悟也不好 因為他對你 他對這個是無感的 穿得有夠Sexy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那時候他就大概知道 就是說這個房客是不是怪怪的 好像有一點點 好像在示愛 可是他也想說 可能我太多 好了 但是接下來就是層出不窮 一下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那個什麼燈泡壞掉 我覺得什麼什麼 你來幫我看什麼 冷氣不冷 無受不及就對了 後來你看這樣子 他非常的困擾 有一天他就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我真的很忙 那今天晚上我沒有辦法過去 他又跟他講說 我覺得冷氣怪怪 你來幫我看 他說我會找我女朋友過來看 女朋友 女朋友 好 當下他覺得 那個房客的反應有一點點 說不出來 在電話上面就有點說不出來 對 無意無意這樣 好 那他還是氣而不捨 他就說那反正 到時候再看看你再來幫我 就是說今天來 你女朋友來看看 如果不行 你還是要來幫我看 但是你知道嗎 當他那個房客打開門 一看的時候 來的是女朋友 但是來的是男生 我跟你講 那個更明顯 他就已經跟你講了 我的女朋友是個男 我是同志這樣子 他說多現實 隔月跟他講說 我不要租了 我不要租了 那看那個什麼 押金要怎麼處理這樣 那我這個朋友也是很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已經 不是就是最終之一不再久 他就把租金 就是那個押金退給他 你趕快租 就是也有這種的 他說其實後來發現 女生比男生對他來講 還要麻煩很多 瑪莉歐 其實我有碰過 那個廚具的老闆 他都專門在修理 加速路 水器 或者是在裝那個什麼 那個叫流理台 他說真的有那種去 老闆娘還算年輕 就穿著睡衣 很薄薄的 透明 像這種有沒有危險 你是說 我們去幫人家裝廚具 的危險 還是老闆娘危險 這嘛是老闆 有沒有危險 基本上 因為 我們是專業 專業叫做專業的事情 他如果不專業 那是客人不專業 我像我們他就當作沒看到 真的有些事情 不知道萬一設立一個局 說你對他怎麼樣一覺 我看你這一套廚具 賠給他還不夠 我比較擔心的這樣 他說他真的碰過 那個女生跟他說 那可不可以就是 有一點這樣 就做一次算多少錢這樣 他說他也不是那麼寬裕 但是他可以這樣子 那這是交易 這算交易 如果兩個都是 交易都還好 會不會家裡面 其實有藏個男人 對啊 你做仙人跳 就不一定了 或者是有錄影 因為這個不認識的 對 不認識 我是覺得風險大很多 所以要找第三弟就對了 基本上他本身就不是做 這個行業的 我說他不是做這個行業的 基本上我們對他幕後的動機 會比較保留 比較多的遐想 有是有別人在那邊 還是錄影給你當個把柄 或者說將來對你怎麼樣 這點我就覺得很難說 而且價錢也很難談 對啦 你說我就儲具十萬 對啊 你要跟我怎麼算 他又不值 你說穿那個很少的衣服嗎 你碰過嗎 其實是有一次有碰過 那是後面本來有一個故事要分享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是那個房東有租給 那個房東也是我的客戶 他本來租給一個女生 我跟他講 其實他覺得女生比較整潔乾淨 其實不一定 有些男生其實比較整潔乾淨 我們那時候他就說 他就是就洗澡淋浴的時候 他說水會噴出來 我想說我們那乾濕分離 我們都坐得很高級 怎麼會噴出來 然後那時候房東就請我們去看 那我就帶師傅就一起去 結果門一打開 啪一打開 然後我先按鈴 然後他一打開 我看到他穿內衣你知道嗎 我趕快關起來說 哇靠 先人跳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一打開 哇靠 先人跳 然後門關起來 你不要在這邊作戲 沒有 因為師傅也在 師傅說我下面 我下面 我先人跳 然後我就按鈴 說小姐 小姐 我們要進來看一下那個水電 什麼 這樣子 然後那個小姐 我們當下感覺就是有一點點 怪怪怪你知道嗎 我們進去就看他說 為什麼你說那個水會噴到外面 原來我們做乾濕分離 他都給我站在馬桶 乾的那個地方往外衝 門都沒有關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 因為我有問他說哪邊漏水 我就覺得他講話 就是有點恍惚你知道嗎 好像不知道是有吃藥 還是怎麼樣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一進去 就是都會聞到一個 類似像檀香的那個味道 檀香的味道 然後那個小姐 其實我後面要講的這故事 就是說那個小姐 其實在忽然在大概 他租了大概半年左右 就是跟 因為我先講一下 那個房子是怎麼樣高級 本來租給外商的 但是剛好遇到疫情 所以外商不來了 我們只好租給一個這個女生 那所以那個房子是高級的 然後那個檀香的味道 就是一直在那個房子裡面 等到他有一天他跟房東講說 我要退租了 而且押金也不要了 然後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然後在一個禮拜以內 他就搬走了 那房東講說 那我反正我也拿了押金 那就那就OK 結果我們去處理的時候 就是一直聞到那個檀香的那個味道 而且那個檀香的味道 就很像我們當初遇到的那個 有沒有燒炭在裡面的味道 這是不同的味道 一直散不掉 然後後來我是幫他拆冷氣 拆天花板 弄東弄西 那個全部總共裝潢又搞了一百多萬 才把那個味道消除掉 為什麼 是因為他在房子裡面那個嗎 因為他住進去大概半年的時間 他就一直在點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有點像新香 類似我們不知道什麼 但是那個味道 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然後後來我還找了光醋梅 什麼就是一廚 一廚合成一種新的味道跑出來 更難聞 連佛教同仁可能都沒辦法認可那個味道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諸科很重要 好險我們又被仙人跳 來 我們休息一下